如果高材生去卖烧烤 你会怎么想呢 成大毕业的蔡玉玲 她就是这样 在一片的反对跟炒火声浪当中 她继续追逐她的创业梦 虽然一度惨赔到六百多万 不过她越错越勇 一起来看看这位很会念书 但创业路上却一路颠簸的高材生 最后如何拿出做学问的精神 从酱汁开始研发 替自己考出了全新人生 肉块在炉火上烤得芝芝作响 逼出油脂 请顾客闻香而来的烧烤店 就引申在台南后火车站附近 老板蔡玉玲在烤台前忙得不可开交 等一下 先帮我送餐一下 这边第一次 四份的六桌 要再堪称美食之多的台南府城杀出重围 如果没有两把刷子 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蔡玉玲的烧烤店在地经营 已经迈入十个年头 要紧紧抓牢十颗的胃 撇步在于各种创意料理 你看这个色彩都很漂亮 都很美 你看 这种繁星 这种繁星就对了 学用当日新鲜的温体猪肝 先削成片状 再用流动的水清洗干净 蔡玉玲不是要拿来煮汤 而是用烤的 因为这个猪肝最重要的就是 它很容易烤到干掉硬掉 烤到太干的话 这个就塞掉了 它的冷度就没有了 由于食材新鲜 烤猪肝只需要少许盐巴 和米酒脾胃就能端上桌 它烤猪肝非常的软嫩 对 而且它上面 不会像一般的猪肝 就是煮起来会硬硬的 对 它就是很软的很好吃 另外蔡玉玲 凡其道而行 不卖一般烧烤店常见的机芯 改用价格贵上三成的鸭筋 价高量少 每天都是限量供应 一般在外面的机芯 它不会处理这么费工 它就整串直接串进去 可是我们鸭筋 我们都会把它开膛薄度 然后把血块取出来这样子 处理起来没有腥味的鸭筋 连不吃内脏的顾客都大为惊艳 甚至日本旅客也来朝圣 很好吃 鸭筋 鸭筋 他说就是好吃 他说首先没有腥味 我不吃腥的 我是因为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把它吃下去了 我不吃内脏的 那你觉得好吃吗 但我觉得蛮好吃的 蔡玉玲天马行空 把自己爱吃的 通通拿来烤过一遍 包括传统早餐店常见的油条 他也放上烤台做成酱烧烤油条 来 七桌油条 如果想吃甜的也没问题 五彩缤纷的棉花糖 一个个串在竹签上 烤过之后更加外酥内软 不过在尝试新菜色的过程中 蔡玉玲偶尔也有失败的时候 像我烤过草莓 觉得烤起来烂烂的酸酸的 自己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那还有烤过 我记得还有烤过海参 就海参应该是比较软 里面富含水量 应该都把它90% 所以烤之后它就干掉 然后说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每样东西都会成功 在外界眼中蔡玉玲颠覆传统 不断从失败中找答案 但它更坚持的 竟然是涂在食材上头的烤肉酱 不买现成 而是自己做 我们家都直接 就是用纯米酒下去熬制的 不加任何一滴水 这个方法是 饭店的厨师教我们的 第一个可以放比较久 然后第二个 他说这样子的味道是最好的 16罐米酒豪迈开瓶下锅 接着倒入白胡椒粉 以及柴鱼片增加香气 最后还要加入两种糖 冰糖和麦芽糖 让口感层次更丰富 我们就加一些麦芽 增加它的甜度 跟它的油光量 光度 这种是一个老店的老板教我的 他说这样子 你在刷烤肉酱的时候 你需要多一层 那种油油亮亮的 让人家看起来感觉很好吃 要做出美味的烤肉酱 很快不得 经过四小时慢火炼功后 还必须放凉 慢慢发酵 等一天半的时间 才是烤肉酱 风味最迷人的时候 我们这一桶的成本大概是三四千块左右 也曾经被笑过 因为人家都直接是买现成的 然后再喝一点水 就这样子 可是总觉得那种感觉吃起来就是 化学味很重 或是太过于实现的品质 那我们自己熬的酱 是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这样子 经过自制酱之熏陶价 烧烤咸香咸香的滋味 让人忍不住多点上几串 厂内烤台热腾腾 厂外同样热闹滚滚 在半户外的用餐空间 笑闹声此起彼落 让烧烤店是越业越美丽 东西好吃 真的谢谢 老板的又亲切 谢谢 又年纪又帅 谢谢 老板他都会推荐 一些好吃的料理 没有地雷 没有被打墙 所以会持续在 顾客一吃上瘾变成常客 很难想象把烧烤店经营的 有声有色的蔡玉琳 其实是成大研究所高材生 原本的她只有五专毕业 但在高雄务农的父母亲 总希望儿子能有个好学历 并考上公务员 为了不违背父母的期望 她认真念书 果真跳级考上了成大工业管理研究所 在台南读书这段期间 为了不给家人负担 她决定卖烧烤 帮自己赚点学费 以为能靠着管理所学 把店做好 结果就摔了一大脚 前前后后总共赔了600万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单纯 觉得说店开了 就会有人来 对啊 因为看到人家店生意都很好 自己发现开了之后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店开了 其实真的没有人 因为没有人知道 当初贷款数百万 蔡玉林并和朋友合伙 一口气开两家烧烤店 一间就是现在的露天香春风 另一间则装潢的美轮美观 餐点虽然平价 但台南人吃习惯了路边小吃 以为他开的是高级餐厅 上门的人寥寥可数 不到半年就关门大吉 我人生很少在设停存点 就是觉得不管我就是要再继续下去 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蔡玉林咬牙苦撑着 最后的三角窗店面 但命运的考验接踵而来 合伙人眼见亏损连连赶紧落跑 餐饮临经验的他 还和老厨师发生冲突 因为他坚持 要从生肉烤成熟肉 保有炭香味才叫做烧烤 但老厨师认为 先炸再烤才更省时 双方做法无法妥协 最后老厨师还带着员工 集体造反 很多厨师是年纪比我大的 讲实在有时候都管不太动 有一次发生就只有我来 然后所有员工都没有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全部也都没有接 就给你积极去罢工这样子 爆发员工离职炒后 什么事都得自己来 包括上菜市场采买食材 看似再简单不过 但长相就勾矣的蔡玉林 却被摊商耍得团团转 常常吃亏上当 慢慢的他跟摊商 挑选有信用的商家 经过十年历练 吃过闷粿的蔡玉林 现在已经是专业等级 今天要死了 一斤六十 对 品质好不好 这个高三的好 高三的 好的都会留给内行的 跟自己熟悉的 之后烧烤店也换了一批员工 蔡玉林从厨师身上学到了新功夫 现在不只卖烧烤 还煎卖热炒 她再度发挥创意 把土鸡肉混搭啤酒 炒得香气十足 意外获得了老涛好评 最后笑起锅前就加一些葱 加一些小辣椒 这一道啤酒鸡不简单 这个品跟肉这样一咬下去 会带出那个辣椒的香 它把这个啤酒生火 有一种清香 却没有太多的酒味 因为它是真的土鸡Q 它不会说因为有药味 它吃的就是很清甜 它变成它的啤酒香 吃起来真的是很好吃 另外看似普通的鸡蛋豆腐 蔡玉林也发挥巧思 把配角变主角 鸡蛋豆腐先炸再炒 加入压碎的咸蛋黄 这道色泽金黄的金沙豆腐 同样让人食欲大开 对 金沙豆腐也非常的好吃 我第一次尝试到这样子的味道 跟一般在外面真的都不一样 吃了真的是你会爱上它 会一口接一口 里面那个是软的 外面是脆的 非常的好吃 从一位成大高材生 跌破众人眼镜 成为餐饮新兵 蔡玉林十年磨一剑 终于造就出令人赞叹的好滋味 过去认为 她是大材小用的成大同学 现在也对她改观还成了主顾 很精亮 我想说同学应该都是 有的在隔岁组 有的在银行界 金融界 怎么会做一个烧烤店的 就现在的人会有不同的专长 可能他有一项专长 两项才艺 重点是怎么把这个烧烤店 精英的好 那就是它的能力 它的才能守在 一路走来铁铁壮壮 蔡玉林烧掉数百万学费 学到成大教师里 学不到的人生磨练 她没有倒下 反而庆幸自己 有过这样的创业经验 谁说研究所高材生 就不能在餐饮业 闯出一片天呢 说到美食之都台南 有很多店家把火烧虾 做成各种美味 其中有一间百年虾仁饭 如今传到第四代 由叶姓金跟丈夫宋展维接手 当初因为父亲的奏事 加上阿公后来也离世了 让这家店一度快经营不下去 还好做女儿的叶姓金 愿意扛起祖先传下来的家业 但当时的男友宋展维 一起接下这个重担 让这个百年好味道继续飘香 大锅子里炒到风起云涌 等到烟雾散去 露脸的是南台湾特有的美味火烧虾 虾子都是火烧虾 很好吃 都是海的 就吃起来有个焦香味 然后蛮嫩的也蛮新鲜 很好吃 那就是一种自然的甜 海味的甜 不是一种那个人工的甜味 好给你一杯酒先面好吃 我们有虾仁饭 虾仁饭三碗 这间位在台南海岸路上的虾仁饭 创立在1922年 目前是第四代接班 由叶姓金跟丈夫送展为接手 为了让这百年老店有新风貌 夫妻俩画下重资重新整理了一番 但不变的是 这碗百年火烧虾仁饭的味道 这两个人吃饭了 好 真好 这位头发很有造型的宋展为接班有17年了 透过开放式的厨房 一眼就能看到他料理虾仁饭就像是艺术表演一般 先放猪油大把葱段接着放入火烧虾一起大火爆炒 以前糖都是从台南种的嘛 糖来得方便 所以台南人都吃得很甜 加入了白糖跟酱油 短短时间大火炒出了糖香 酱油更帮上下跳躍的火烧虾抹了整身孔 每只虾子卷曲紧致 看得出那是鲜虾才有的Q弹曲线 其实东西新鲜调味就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其实虾仁饭也没有什么就是酱油跟糖而已 将炒好了火烧虾放置一旁 底下的锅子接着是火烧虾的精华 因为这碗虾仁饭走的是日式丼饭风格 所以炒饭得加入柴鱼糕汤跟虾仁汤汁一起拌炒 只见一颗颗米粒在锅中 努力吸饱汤汁精华 一旁的伙伴得赶紧赶快把此碗排开正丈 迎接这百年好味 这碗古早味虾仁饭没有过多的人工调味 所以靠的是天然食材的鲜 最重要的是光看到这只海味十足的火烧虾 铺在上头就让人垂涎三尺 最少是要吃虾仁 大概十一或之 可能多不能少吃 不是养的喔 所以它规格不一定 野生的部分 最主要饮用的是它火烧虾 不是一般的白虾 火烧虾它有特别的这种味道 所以它不会很大 它会滴 快要吃虾 不是 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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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 它需要去吸取那个里面的汤汁 炒菜炒饭它必须先放一下 它不要马上吃 但是有些客人喜欢吃 刚炒起来没有湿湿的感觉 台语的汤汁去搅拌过的 所以那个饭 不会太湿也不会太干 我就刚好 然後刚好有很干 丁的感觉 口感 它的饭很软 然後蝦很嫩 这种只能完大碗吃的就完 吃的丸 一碗好吃的蝦仁飯 很多客人都會再點上 一碗鴨蛋湯 因為在早年 撥完火燒蝦的殼 會拿去養鴨 生了鴨蛋 再拿來配火燒蝦仁飯 成了一個食物鏈 而後來宋展維 將隻鴨蛋煎成半熟殼包蛋 配飯吃更是美味 因為有些客人 他真的就不敢吃半熟的 其實我真心推薦是半熟蛋 你蛋你可以整個咬下去 你吃到蛋黃的那個 整個充滿在嘴巴的味道 半熟的鴨蛋 蛋黃流下去 吃下去的味道很特別、很好吃 心話 從心話來吃 你們從那麼遠的地方找來吃 好吃 要擺了三、四、四個 他們老店了 現在都要擺桌 都要擺桌 老客人回味無窮的這碗飯 得從百年前 阿祖夜城的時代說起 當初阿祖開始在賣東西的時候 它是屬於日本料理的方式 可能包個壽司 炒個烏龍麵 然後賣一些簡單的冬飯這樣子 後來就可能就是有 這些漁民就抓了很多的蝦子 那可能大家就在研究說 我應該怎麼把它處理 那所以整個台南來說就會有 有些料理是用這個火燒蝦蝦去做 可是到了吉公跟阿公他們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把所有東西都拿掉 然後就單純賣一下冷飯 民國四十二年 夜城退休之後 把胎子交給兒子跟第三代的葉茂松 也就是葉姓金的父親 在女兒眼中 父親為了家氣總是早出晚歸 早上很早就出門 然後他要在開店之前 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 他要把那個菜魚高湯啦 煙蛋的方式跳到那個 以前那個電魚 我們以前那個菜魚片是自己跑的 就是整塊的那個大菜魚 跑到那個手筋斷掉 大動脈一直出血 就趕快弄著 趕快跑到醫院去封 沒日沒夜的工作 葉茂松累到身體出現了問題 依然捨不得放著蝦仁飯不管 那時候好像是都在高雄去洗身 他自己都自己偷跑回來 他可能他有他自己沒有辦法 捨棄的那種使命吧 但意外總來得突然 父親的奏事也是為人嚇人犯 電修的時候 他在那邊插電風扇 然後不小心摔下來 然後剛好又被鐵梯子打到頭 所以他整個蜘蛛蠻破裂 那所以忽然間就是 對 他也是在加護冰房躺了九天這樣子 由於父親走得突然 加上後來阿公也走了 這間已經賣了超過一甲子的火燒蝦仁飯 該何去何從 曾經飲釀出去也是一個選項 一天是要被喊出去的 然後媽媽就說 我們有沒有想要坐 那時候我們其實都在外面上班 都在飯店上班 然後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覺得說這好像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生活在這個環境圈裡面 沒有想那麼多 真的只是覺得說 就接下來做好了 由於母親的不捨 加上葉信金 想要延續父親申請了志願 於是跟著當時做廚師的男友 宋展薇一起決定 要把這個家族的重擔擔下來 因為我老婆說如果照排序的話 現在應該是我的藏人 會繼續接下這個棒子 把他傳承下去 但是我的藏人就不在了 所以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來幫他完成這個事情 算是幫我的藏人 來做這一份事業這樣 雖然宋展薇有廚師的底 不過這蝦仁飯做工繁複 像這火燒蝦得一隻隻剝殼去藏泥 都是得靠人工 也讓當時的他吃了不少苦頭 幫他洗身體 他身體洗好之後 再來就是去殼跟去藏泥 三個步驟吧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必須一隻一隻一隻 我一開始不會剝啊 抓不到訣竅 剝塊那個已經 他的腰也不行 因為這個要多 要骨 要硬 你真的要剝成蝦 除了剝火燒蝦之外 店裡的豬油也不假炭之手 還有這靈魂主角柴魚高湯 也是得每天現煮 柴魚湯對你們的店員來講 應該是很重要的 是靈魂啊 因為我們炒飯跟煮湯都會用到它 一開始我也是覺得 這應該不困難 但是你真的進來的時候 你覺得很多事情很多事情 你必須親力親為 然後你要去調整 以前煮飯啊 然後這個炸豬油 我們都是用那個 柴燒的方式下去做的 其實工作環境也很惡劣 那個燥其實燒到後面空屋的問題 其實也常常被鄰居 所以說後來我們就不斷的調整 那我們後來就用瓦斯 讓整個廚房的設備 會比較現代化一點 為了傳承蝦仁飯的好味道 夫妻倆附上父親的路 接班17年 每天從早忙到晚 直到89年前生意穩定多了 才想要生小孩 因為人家會說 怎麼沒要生小孩 那時候也是會一直問 要結婚之後 大家都會一定要 都是問同樣的問題 然後就檢查 就還是做事管理了 我打了幾百支針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要趁年輕 剛開始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拼事業 要包的嗎 有包幾個 一個一碗 對 回想這一路接班 繁雜的工序 雖然早已經理出了規則 但與客人的互動 才是他們這一路走來感觸最深的 五到兩小 你後面開了嗎 後面開了你就把它帶進去 因為台南人 應該是說生活不掉慢 但是心裡面是很急的 然後不太喜歡等 那我坐下來你就應該要知道 我是你的老客人 你就要知道我是什麼 所以你剛開始遇到這種老客人 你記得住嗎 被罵幾次就記得住了 因為你每天都被罵 夫妻倆內心也清楚 有的老客人會這麼挑剔 也是因為一份感情 回想一路走來的心境 宋展維說來吃這一碗蝦人飯 真的不僅僅只有美味 而是都有一段猛趣的故事 像牆壁上畫了很多明星簽名 有些人已經不在了 而在他的心裡頭有一個遺憾 就是自己的表哥來台南找他 結果卻因為東西賣完了 沒辦法做給他吃 成了心中永遠的痛 因為他跟著那個員工旅遊來台南 他就從那個飯店走過來 他說我要吃飯 我說可是我賣完了沒有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下一次再一次 結果我記得那時候應該快暑假了 然後他一個車禍就沒了 所以很多事情我覺得是 擦乾眼淚 所以宋展維說接了蝦人飯之後 他覺得世上很多事情 都是老天的安排 所以他得更認真努力 與老婆一起守護家業 另外除了蝦人飯之外 有廚師底子的他 為了提供顧客更多選擇 做出了很多可口的小菜 像是涼拌雲耳 涼拌豬肝 梅子番茄 那我們這個豬肝都是 當天新鮮的溫體豬肉的豬肝 然後配上蒜頭 然後那個薑絲 還有香菜下去做調配的 因為這小菜的部分 其實現在的人都喜歡 多一點變化性下去做搭配 那這些東西都是比較開胃性的東西 對 所以說在搭配蝦人飯 另外夫妻倆會將老店新生重新裝潢 是因為他們深深可以體會 從前高溫潮濕的工作環境急需改善 所以花錢裝了冷氣空調 連地板也更新 提供更好的工作與用餐環境 讓這間百年老店 繼續邁向下一個百年 客人願意等一個小時 就是為了這一碗鋪滿整個碗工的 限量鴨腿飯 鴨腿肉刻意切出0.2到0.3公分 口感鹹香 軟嫩 相當下飯 經常不到半小時就銷售一空 年過六十的老闆鳳姐 賣鴨肉飯十多年 曾經遭逢婚變的她 獨自稱過人生最艱難的時刻 她是如何走出傷痛的呢 帶您來看她的故事 每一個陪伴 好 謝謝 拜拜 他們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都要提早來排隊 不然都買不到 我們從基隆來 對 你們排多久了 我們十點鐘就來排了 對啊 十一點才贏 因為我們十點鐘就來排隊 對啊 客人不惜遠從基隆殺到台南 都要吃的 人生都要吃的 人氣鴨肉飯 常常店還沒有開 排隊人潮 一路從店外騎樓排排排 排到大馬路上 為了是這一碗CP值破表的 爆量鴨腿飯 一整支的就是鴨灰 然後整個擺在上面會超級 很快就銷售一空 對 大概是我們大概很幸運點 到最後一兩隻吧 每天限量的秒殺鴨腿飯 客人排隊排到店裡餐台前 搖滾區的客人每雙眼睛 都直勾勾盯著鳳姐和店員包便當 眼神壓力實在令人無法鬆懈 有 一定會有壓力 那怎麼辦 因為還沒準備好 有的九點多來 我說你們太早了 我們十一點才有營業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可以先去回休息一下 好 想吃鳳姐的鴨腿飯 一定點耐得住性子才對 因為每隻鴨只有兩條腿 每天最多只賣二十隻鴨肉 所以很快就銷售一空 鳳姐的鴨肉飯能吸引 韜客排隊搶購 秘訣就在他使用 這一鍋入白色鴨湯烹煮鴨肉 都是用鴨湯而已 純粹鴨湯 就是鴨肉 青的鴨肉下去煮 煮出來之後 湯才會濃厚 煮起來鴨肉湯才會甜蜜 鴨肉在牛奶色的高湯燜煮 煮到散發淡淡的鮮肉香味 鴨皮鼓溜光滑飄出肉香 經過冷卻 顏色變得深沉有黃 鴨腿要好吃 片肉的厚薄度 更是美味的決勝關鍵 腿的運動量是最大的 它的吃起來比較Q 所以就會把它切成大概 0.2、0.3公分 阿從片鴨肉手起刀落 每一片厚度都拿捏得恰恰好 完美的黃金比例 看得出刀工相當精細 以前他是餐廳主廚 自然對食材美味相當刁 一碗爆紅的鴨腿飯 淋上鴨油滷汁 迷人的肉香滋味不停勾人食慾 每天限量的秒蝦鴨腿飯 去骨的鴨腿肉鋪滿整個大碗工 幾乎看不見白飯 光看就知道鳳姐用料相當實在 每片肉切出0.2到0.3公分 鴨肉油油亮亮的 單看就令人食指大動 吃來皮Q軟嫩 有淡淡的鴨油香味 雖說是薄片 但攪起來不會沒有口感 不老不柴相當下飯 它的鴨肉就是有一點甜度 然後有滿殘餘的 然後再搭配它的鴨皮 有一點就是油脂的濕潤 所以一進去的時候是 口香是滿舒服 然後搭配它底下的那個梅乾菜 然後吃起來就是覺得很不膩 吃起來口感很好 然後很滑嫩 然後鹹度也剛剛好這樣子 然後它每一塊都切得 就是厚薄度都一樣 所以它的口感很意思這樣 它還滿划算的 這樣一個鴨腿飯才一百塊而已 然後裡面也有那個菜 然後也有那個蛋 那個梅乾菜很好吃 然後飯還有淋那個鴨油很香 客人來店裡 還會點一碗現切的鴨肉飯 擺入筍絲梅乾菜和鴨肉絲 簡單的味道堆疊出迷人的風味 帶皮鴨肉口感Q嫩 有濃郁的肉香鹹味 香Q的米飯 酷著香濃的鴨肉絲 香甜的油脂沾黏舌尖 肉香鹹味完全浸入味蕾 吃來口口生香 客人還會搭配每天現熬的 當歸鴨湯 濃重的藥膳香味 迎面熄來 喝了暖胃也暖身 湯頭的話我覺得很濃郁 然後不像可能外面 可能之前喝過的水水的 沒有什麼當歸的味道 也沒有什麼鴨香味 可是這一個 這個喝起來是非常濃郁的 就是一口鴨肉飯然後一口湯 就是覺得很舒服很爽快的 2 4 4 1 2 4 6 6在嗎 天天訂單大爆滿的秒殺鴨腿飯 一碗百來源就能吃得到 這在物價飛漲的年代 可說是相當實惠的庶民美味 現在景氣不好啊 想說給大家吃飽啊 小時候因為很辛苦 知道賺錢真的很不好賺 過日子也不好過 所以想說多用一些給人家吃 讓吃飽這樣比較重要 年過60的鳳姐 小時候住在桃園大園 家境貧苦 從小就在外打工負擔家計 沒想到五十多歲經商失敗 婚姻又觸礁 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 跌入谷底吧 差一點爬不起來 後來想說我爸失敗膝 他就有辦法養我的兒子 我想說再苦我也要忍過來啊 那時透過朋友 輾轉來到台南發展 只是生活困苦加上身無分文 每當夜深人靜想起故鄉的父母 心中還是很想回家 只不過經濟上不允許 他可以賺一些錢 然後可以回去孝順爸爸媽媽 可是我媽對不起 走了 走了讓我很難過 如果想到他我就會想要哭 因為我媽很疼我 他說我是老大 他知道我小時候很辛苦 他不希望我過得那麼辛苦 結果還是過那麼辛苦給他看到 我心裡很難過 來不及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 心中的哀痛有好幾年無法走出來 幸好在最艱困的時刻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乾爹 不僅夫到他白姐心裡的傷痛 還和乾爹一起經營小店 賺點微薄的收入過日子 大姐她也是很認真的為了要過生活 她做事 可是很按部就班 對每件事情她都很堅持 像是滷梅乾扣肉 鳳姐特別挑選厚實的豬五花 每一塊都厚切 炒的時候才不會鬆散沒有口感 我看每一塊都非常的厚實 這樣炒會很累嗎 一點點 但是品質很重要啊 為了要做得很好吃 品質很重要啊 所以每天都這樣自己熟炒嗎 對 你這樣炒要過要炒多久 差不多二十幾分鐘要 厚實的豬五花在鍋中熱炒出 陣陣的肉香 光看就令人提振食慾 梅乾扣肉要先炒再滷 雖說一天要滷兩大鍋 成本高又耗時費工 但鳳姐依舊堅持好品質 都要用幾桶鴨吃 兩天就一桶 兩天一桶鴨吃喔 兩天兩天半 快三天就沒了 這樣成本會不會很貴呢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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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給客人好吃的 要給客人好吃啊 客人好吃的話 只要他一個贊品 我們就很開心啊 鳳姐用心製作的梅乾扣肉飯 有一塊焢肉和半顆乳蛋 再配上筍絲和梅乾菜 經過四小時慢滷的焢肉 一層肥一層瘦 一入口香甜的油脂在嘴裡融化 淡淡的梅乾菜鹹味 融進了香嫩的瘦肉 吃來味道相當合拍 聞起來是很香 然後吃起來的話 再搭配它的那個梅乾扣肉 拌下去整個味道 密食在一起的話 是整個都非常好吃這樣子 客人吃飯搭配的小菜 還有這盤油油亮亮 肉片切得整整齊齊的 白斬鴨肉 阿松的極致刀工 畫出一片片厚薄度一致的 香嫩鴨肉片 遠遠一看 還真像是一件藝術品 幾乎是沒有腥味 然後吃起來滿甘甜的 然後就是 因為鴨肉會感覺比較柴嘛 可是它吃起來就不太柴 然後就很像平常我們吃 雞腿肉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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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滑嫩 24、67 來 你們兩個腿飯 對 一個烤肉飯 兩粒滑軟 好 謝謝 老闆娘 感謝你 鳳姐現在賣鴨肉飯 算是賣出了名氣 很多客人都是大老遠 跑來品嘗 成功的背後 有她努力打拚的精神 還有懂得知足感恩的心 我也很感謝小弟 他很認真 他很認真去切那個腿 可能…不厭短久 他就是要等那個腿 所以很抱歉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鴨肉既然做到現在這樣 人家一直長 我就不敢長 就是因為我想說 我們肯定很多人 他們可以來買 我們就給他一些給他吃 鳳姐是辛苦過來的 所以很能體會 甘苦人的辛酸 一路走來 能有這樣的好成績 最感謝的是陪她一起度過 每個關口的朋友 還有養育她長大的爸爸媽媽 所以我很不捨得 既然我沒辦法在身邊 孝順他們兩位老人家 我心裡真的很難過 我最遺憾就是這個而已 對 所以人生的路真的很苦 但是也是要撐過來 或許人的一生 就如同鳳姐說的 要經歷過風雨的洗禮 才能看見斑斓的彩虹 人生很苦 有失敗也有痛苦 但只要努力挺過 得到的總會是 令人欣喜的滋味 台南市佐鎮區的二寮村 是一個前不著村 後不著墊的偏僻部落 人口外流嚴重 剩不到幾戶人家 但這裡卻有一間烘焙屋 聽到的人都質疑 老闆是不是頭腳派去 原來這些五年級生 林黃瑩 放下自己打拼一輩子的麵包店 毅然決然回鄉 照顧高齡的雙親 而她的麵包裡藏著什麼樣的滋味 願意讓許多客人不遠千里而來 只為一嘗她的孝親麵包呢 一起來看看 天光雲影瞬息萬變 壯闊氣勢震撼人心 這裡是佐鎮二寮 擁有全台獨一無二的日出美景 每每吸引不少的遊客 不過事實上 這裡是一個前不著村 後不著墊的偏僻山區 人口外流嚴重 而在這深山裡 卻有一家新開張的麵包店 迫不及待 等著開工 輕按慢壓力道均勻 麵團立刻乖乖聽話 展現出最完美的姿態 輕鬆幾刀畫下 裡頭香氣濃郁的芝麻 馬上探出頭來 林黃瑩四十年做麵包的功夫 果然不是蓋的 彷彿台灣版的少林足球 所有動作一起呵成 這是她每個禮拜五 一大清早的例行公事 也是她最開心的做麵包時間 林黃瑩夫婦的麵包店 原本開在市區內 一週營業至少五天 現在回到深山裡 一個禮拜只開工兩天 香甜誘人的奶酥餡料 包入一團團Q彈有勁的麵團內 林黃瑩想好好把握住 深山裡每一個賺錢的機會 就快四十年了吧 三十八九年了吧 做麵包其實很辛苦 時間很長 蔥花肉鬆 擀麵團的手勁 最能看出師傅的功力 力道平不平均 手勁夠不夠巧 決定了一塊麵包的勝負 這個輪廚要轉動 那個力道要平均 要不然它會破掉 這樣 去打 怎麼回去了 蚵仔 魚桃麵包 這樣要畫幾刀一卷就半條就可以了 這 魚桃啦 這隨意啦 不一定要畫幾刀啦 香甜鬆軟的芋泥 藏身在麵團內 流暢飛揚的線條裡 味道飄散在空氣中 還沒進烤箱就香氣撲鼻 一條條看似平凡的吐司麵包 卻有著一對年過半百姑父最不平凡的兼職 為了照顧雙親 林黃瑩捨下了十多年的心血結晶 然而這個決定卻差點掀起了家庭革命 對啊 因為那個決定太衝觸了啦 因為畢竟在台南做十五年的你喔 都是老顧客了啦 你突然這樣子 突然說收就收 就是真的很捨不得啦 你要喝醬了嗎 九十多歲早已失智的林爸爸身體還算硬朗 智商卻退化成七歲的小朋友 有時候連自己的孫女都不認得 他三...差不多三年前了... 他還會騎桌外出高洲店 剛才還不認識的啊 都有叫他打招呼啊 對啊 然後他來載招的時候 我就說三人家老闆說 我不知道 你覺得好啊 我已經失智了 你起來還說開安平 那你跟開安平都可以嗎 這個他的女兒就不認識了 不認識了 他都不知道他不認識了 他就把我聽到他問說 那個女兒是誰 我先開一台車來放一台 開那間店 前後都開十五年了 那...就是要看兩個四大人這樣 不認識了 我就想說 我回家把它處理 真人輸辣 聽天明 都要吃飯 對 要吃飯 不只爸爸失智 83歲的媽媽也不良於行 連照顧自己都成問題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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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買的啦 我換來買 來 比較窄 這樣嗎 這兩櫃呢 好吃就好了 這次我老婆鄉農 先混淆嘛 沒有意思 送去既味了 既味去 既味去 我們問說 你們家是吃到肉 我聽到 我說 我說是怎樣 他嚴重的營養不良 不要太油太重 或是不要太鹹就好了 因為每一項東西都吃 他營養都吃得到 你如果說 像他們以前都很節儉 所以吃東西都蠻... 真的是夠鹹 所以那些東西都 比較營養不足 沒有了 每週固定回家探望良老 卻發現他們越來越瘦弱 林荒怡幾乎都紅著眼眶回家 他暗自在心中下了決定 不管怎麼樣 還是自己的親人來照顧 是最好的 請我下去 不一定會盡心 還是自己的親人照顧 是最好的事情 雖然陪伴在母親身邊 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但夫妻倆總得先餵飽自己的肚子吧 於是林荒怡把老家 改造成烘焙屋 靠著老顧客下訂單 暫時解決 營收問題 儘管林荒怡抱著走一步 算一步的心情 但山下的老顧客 卻時時刻刻思念著 這陪伴他們十多年的好味道 於是山上的麵包店 每週開張兩天 林荒怡的小女兒 還會放下小孩上山幫忙 只為了一元爸爸孝親的心願 哇 十點沒了耶 等一下要做那個蛋糕吐司 那個 他技術上他都不學 只會學一些包裝啊 做一些雜事啊 嘴上唠叨 林荒怡可感激著女兒的那份 體貼跟窩心 自己從13歲就離鄉背景 到市區當學徒 學密貓的淚他最清楚 怎麼會捨得出嫁的女兒 跟著他一起吃苦 打蛋的時候 就要小心不要讓那個蛋黃破掉 它分開的時候 也不要讓它破掉 這個破掉在裡面有蛋黃 它就打不起來了 三十多顆黃澄澄的蛋黃 在林荒怡輕柔喬手下 乖乖地在盆子裡排隊 過篩後的高筋麵粉 彷彿空氣中的銀白細雪 要跟鍋爐中的奶水 一起激盪出最美妙的滋味 當蛋黃哥跟蛋白妹這次相遇 兩者之想呈現出自己最完美的姿態 但這一回還是得透過林荒怡的橋手牽線 才能完美結合 讓他們彼此毫無缺憾 這個沒有辦法 不行 沒有辦法 一種機器 它這個周圍 腳不均勻 炒拌好的蛋糕糊 跟包著餡料的麵糰 一起放進容器內 準備進烤箱 此時林荒怡 卻對烤箱的溫度 不太滿意 老公正夜叮嚀 老婆時刻留心 烤箱的溫度 得不時用手監控 你看我們在工作太柔弱 真的是不能夠做這個 真的是 而且要能忍受那個燙 熱度 把蔥花細細的撒上 已經鋪了香酥肉鬆的麵包上 或者在麵糰卷上 仔細的鋪上一層層的蔥花 接著通通送進烤箱裡 一會兒功夫 一個個香氣撲閉的麵包 出爐了 其實他們兩個 尤其我們剛來 他們是很辛苦 他們很不容易 跟我家上去 我實在說起來有很多 也是很感心 所以要對我這樣吃苦 好像算不簡單 說那個 好像很感謝他這樣 接近傍晚時間 出貨的時間快到了 母女倆加緊腳步 就怕老客人到了攤子 找不到人 老婆的摩托車 跟女兒的轎車裡 載著他們一家人 辛苦了一天的成果 也承載了林荒穎一家人的希望 攤子才剛剛擺好 老客人七手八腳 趕緊上門搶逗 得等上一個禮拜 才能吃到的 有古早的台式經典老麵包 差不多 差不多七十五 只要一百二 一百二 一百九 三百三 不是 你拉上面 我都把我關心都很好 來… 來…看看快點來 吃… 她的口味十十塊 她的東西吃的 就買了 老婆你買就不要買 她的管條比較好 對… 你吃不一樣 所以我說 幫不買一百塊 要用吃的 天色鮮暗 但這對母女 在棋樓下 為了一個家 為了成全先生心願 而努力打拼的身影 卻更加地清晰 也看老客戶 一一上門 熱烈寒暄問候 一天的辛勞 彷彿都瞬間消失 對這些老客人而言 這對母女的小小麵包攤 不僅僅代表著可口與安心 更是一個女人 拉著女兒 堅持守護老公 用愛跟孝順所製造 來自深山裡的孝子麵包 大火炒鮮魚 是台南美食的代表之一 略帶焦香的鮮魚 吃起來又Q又脆 鮮甜爽口 不論是清炒或者是勾芡 都各有愛戴著 很多客人 從年輕吃到老的 就是這一間 有百年歷史的鮮魚世家 長竹的阿丸塞 從十四歲 就跟在爸爸身邊 學手藝了 到現在他已經七十歲了 炒鮮魚的火候時間 甚至是蜜蜂 都傳成了一夾子 飽刀未老的阿丸塞 還有一樣獨門手藝 就是現炒鮮魚湯 清香甘甜的氣味 搭配著酸脆的魚肉 讓很多人一喝就上癮了 喝了幾十年都不會膩 到現在這項手藝 已經傳給了第三代 兒子宋明哲接手之後 努力學習奴灶功夫 跟爸爸的料理精神 一道炒鮮魚 一碗鮮魚湯 父子倆世代傳承 要守護著府城的百年古早味 府城台南的美食 霸霸款 其中很多人最愛的一種 狗渣鼻就是鮮魚意麵 每天八到五點就是這一間 吸引了無數套客前來 阿丸塞 好 來 吃...來吃生意麵 台灣這個生意麵 大火炒鮮魚 是府城台南的專利 眼前這位堪稱國寶級的人物 宋松偉 人人都叫他阿丸塞 從十四歲開始炒鮮魚 到現在已經超過一甲子 許多老客人也跟著他60年了 像我吃鮮魚我還要吃到醬 意味有夠好 鮮 甜 都有 就吃一次就吃了 就從小吃到達 他們家的鮮魚就是吃起來 就是有微微的焦香味 然後會有脆脆的這樣 台灣沒有地理中這個烤鮮魚 是喔... 對... 這可以說的 我們說的古早味 全台灣找不到的 老鮮魚會感到 老顧客欣欣念念的美味 傳承三代 歷史將近百年 阿丸塞飽刀未老 每天還是親自開店掌廚 台南的鮮魚意念 幾乎都是喜出同門 始祖就是阿丸塞的父親廖比南 從小跟在爸爸身邊 阿丸塞對鮮魚 早就培養出一種特殊的情感 從古早到現在就是都這樣下去 因為古早就是我們台灣的 所以台灣的鮮魚又有分喔 中埔 南埔就不一樣了 這個呢就是阿丸塞的 然後我們找到這個鮮魚 看到沒有 很矯的喔 但是呢你只要抓它 其實就可以抓住鮮魚 對不對 以前練的時候 小孩你練的時候 他就是把他這樣 對 適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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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這樣 鮮魚的產地 多半在台灣中部地區 因為稻田多 有利鮮魚躲在農田水泉裡 早期都是抓活的現在 現在已經趕為專人收購 當天處理好再送到店裡 這個進口已經吃40年了 這個不是養殖的 這個是野生的 先它的肉很重 所以一定要抬肉 你再抬開 我的生葉也很紅 那以前我告訴你 生意味 一碗譬如說十五 那個蟹米 一碗那一碗更多 所以以前吃生意味 就是好好的人吃的米 台南人就是經濟好 吃飽以外 要再來吃更好的東西 阿丸塞的鮮魚麵 看似有著標準的流程 卻不同於一般的SOP 那是一種經過時間淬煉過的手藝 更代表著它一路走來的經驗和智慧 好 它很香耶 是 阿叔你把它試試看 你把它試試看 它這個瘡魚炒鯊 我們這個可以煮三種的鯊魚 你如果去外包魚的蛋 可能只有一種鯊魚 這外面你覺得很有情感 很有感情 當然因為這是我們老伯 團給我 我們這個一百天超過 日本人在統治台灣 我們就已經在做這道 鮮魚的清香 加上大火翻炒的焦香 魚肉的口感Q中帶脆 一吃就上癮 這等滋味不由得讓人好奇 這百年手藝的秘訣到底是什麼 看來阿丸塞今天心情很好 完全不藏私 跟我們分享著鮮魚好吃 一吃的秘訣 這四個 這一個都滾了十年了 豬油 糖 醬油 鹹醋粉 四腳鴨子組成秘密武器 加上新鮮鯊魚和驚豔火候 成就出阿丸塞的這碗炒鮮魚 回首人生 阿丸塞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趙爐旁度過 那陣子經濟回去好 我一百炒五點鐘 五點鐘這樣站在那裡 厲害耶 吃鮮魚之後 我們還燙鮮魚滾下去燙湯 台南很少有那種鮮魚湯 除了你的鮮魚要過心 所以今天才有幫我去做這樣子 而且它的那個肉片啊 都滿大塊的 而且非常的彈牙 吃這個乾的鮮魚 配一個鮮魚湯 這個是絕配 它的鮮魚湯絕對新鮮 不會有那個腥味 他們最獨特的 就是他們的鮮魚湯 外面比較少喝到 台南是這樣 我先去吃五六十年 剛才第一次吃下去 很甘甜耶 做鮮魚湯的第一步 還是要經過大火洗禮 洋蔥的甜 鮮魚的鮮 盡速這碗獨門魚湯裡 阿萬塞的店裡只有賣鮮魚 這個他摸了六十年的東西 有著關於鮮魚世家 好多的故事 我老爸有三個在那裡 三個在那裡 就是都在做生年 我老爸最早就是在三家裡 因為那陣子 台南市的點心 沒像我現在這麼多 不吃點心 一定要去撒鮮魚湯 在日據時代 撒鮮魚湯曾經是台南 最繁榮的地區 當時這裡聚集許多美食名店 阿萬塞的爸爸廖炳南 是第一個在這裡賣炒鮮魚的人 所以台南的鮮魚面 可以說是從撒鮮魚湯起家的 只是歷經火災意外 店家搬遷 如今這裡已經沒落 回想起那些關於鮮魚的記憶 阿萬塞就這樣 承接了爸爸的手藝 古早的教育 老爸 老爸如果說的 你一定要聽 師父 如果自己去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你不要說我老爸的脾氣很壞 他不然這樣 我一次他在裡面說的 我去營 他要手上刀 要給你撲來 這個東西不是說你一個就漂亮 要慢慢做 副業子傳 在以前的社會沒有什麼原因 更沒有什麼道理 當阿萬塞第一次拿起鍋鏟炒鮮魚的那一刻 或許就注定了這輩子要走的路 即使炒到頭髮花白 滿手皺紋 這塊鮮魚世家的招牌 也要堅持傳下去 我第三代 我從27歲 沒吃頭髮 到現在52歲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味道調整得不是很好 客人都會鹹 要嫌人 炒的 炒這麼多 這樣啊 本地就要先去給別人家 我十三歲畢業 我也是去吃人的頭髮 你吃人的頭髮 跟在我們家做工作不一樣 他說他就有在聽 有在哭啊 老店經歷了三次遷移 在兒子宋明哲決定接手後 才搬到現在的地址 搬來這裡20年 許多老客人一路相隨 不同於第一代的嚴格 阿萬塞希望兒子在一次一次 和善於交手之中 慢慢理會其中學問 他就要哭啊 他也是像我做小孩的時候 怎麼這樣哭啊 說哭會出腮 才可以啊 你不能哭就半湯腮 他也是聰明告訴你 你要自己去哭 自己去鐵肥啊 我時候也會有口角 就是勾芡的山魚伊麵 你很喜歡吃 對... 為什麼 因為它酸酸甜甜的 然後剛好符合我想要的口味這樣子 我告訴你 為了賺錢 你沒有那個疼的 你聽到嗎 怕沒人客而已 所以我常常跟人客說 就是說你這樣吃東西 不一定吃到一天 一天一天煮的不一樣 一天一天吃的口味不一樣 你如果吃到那一天下 你的口味那一天就是什麼 像我們老伯這樣流下來的口味到現在 我都沒有改變 台南麻豆中央市場 有一間開店超過了百年的冰店 第一代是從路邊挑扁蛋起家 沿街叫賣 傳到了第三代媳婦朱鼠美 所有的食材都堅持手工製作 像是這一碗超高人際的黑糖昏粿 就是以地瓜粉跟黑糖手工去攪拌 吃起來超軟Q 還有它的芋頭熬煮得非常綿密 吃起來的口感桑桑 不僅如此 店裡還有外面很少見的迷迭混 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古早味 店裡的環境 也有種回到過往的懷舊感 而這裡呢 也是偶像劇取景地喔 不少人都會慕名而來 好 還有芋頭大豆 來 芋頭大豆紅豆 來 芋頭大豆紅豆 來 再來 分過來 還有一口 好…要分嗎 分 那裡的粉很香 很好吃 我要芋頭粉 芋頭粉 粉 粉 芋頭 還有什麼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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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過來 來 還有一口給你 好 好 可以 炎炎夏日 一碗消暑的冰清涼又解渴 台南的午后 百年冰店里 有些人吃的是一种回忆 算是一个老房子 那有这样的复古风 那就是有这种小时候的回忆 小时候可能用个 一块钱两块钱去吃个一碗冰 那种儿时的回忆 感觉还蛮不错的 雾名而来 因为听说这一间是百年老店 我觉得料很实在 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滑嫩 像是它的料都绵密 然后滑嫩这样子 然后吃起来 感觉就是很幸福 天气热也常常过来这边吃冰这样子 那你今天点了什么样的料 它口感是 芋头 爱玉 米茶 红豆 还有荤桂 它的芋头是酸酸绵绵的 红豆还算蛮绵的 分贵是很Q很Q的那一种 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 冰店的生意都一样好 这间开业超过百年历史的老店 就隐身在已经没落的 麻豆中央市场里 许多韬客都为了它的美味 不惜远道而来 我们这些都是天然的爱玉 因为我这爱玉都去阿里山买的 我都买比较宽散的爱玉 比较宽散的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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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硬 更好吃 我们夏天是吃绿豆粉 古早时代我们阿公的年代 我们就加绿豆粉了 那面炒粉我们改炒的 因为炒很久的 我都没染油 所以把我们买的人 他本身吃素的人 还自重养生的人都可以吃 橱柜里有十多种配料 芬柜 爱玉 凤梨 蜜芋头 还有粉条和豆类 五颜六色 每一样都是老板娘每天献煮 这个翁梨是我们这些官 官邵的翁梨 这些官邵的翁梨 真好吃 煮起来很香 这些翁梨就是了 所以这些翁梨都好吃 这些翁梨 爱的 用水来 把鱼拿来 它就把它盖上 煮 有 它就要注意 现在煮它的汤 我买这个翁梨 我都买台阶的翁梨 台阶的翁梨 煮起来的翁梨更爽 更香 它这个小饭 要这样更爽 更香 更好吃 不然这个翁梨 虽然那些不骨也有分 好不错 有时候那些翁梨 你的时候 像这些翁梨 你的时候 觉得硬硬硬 那些翁梨怎么煮得不好吃 我们家都要吃成熟工的 因为成熟工的煮起来 煮起来的东西 会很好吃的 切凤梨 烧芋头 煮红豆 每天在开店之前 朱鼠梅都要忙着熬煮冰品的配料 但这些并不在她的人生规划里 虽然嘴里这么说着 但从小帮家里务农的朱鼠梅 相当的刻苦耐劳 公公那个年代 曾是下游冰冰品的 供应商为了养大六个小孩 做起卖冰的生意 挑着扁担沿路叫卖 没有固定的摊位 因为第一台很困苦 第一台 我们用这样 要養这六个小孩 不是很简单的 第二台 第二台有这个餐厅生成的 因为这都是隔楼 第二台的时候都睡隔楼 隔楼 隔楼站的都 不是说可以站在一起 都要再这样 站不起来 那不可以站在一起 那不可能会站在一起 那有点滑 因为我这是隔楼 隔楼因为我们不可以 给他们隔楼 我们都不给他们隔楼 我们只要原本 原本的隔楼 生建这样 我们继续这样用而已 木桌 石器 窗帘 斑驳的墙面 还有堆叠的砂糖 复古的氛围 嗅出岁月的痕迹 这是老店独有的魅力所在 也成为偶像剧的取景之地 就连这台刷冰机 也是台老古董 我们这台机是高冬的 你看 我都保养得很好 这台机很大 对 我这台机 刷冰得很好吃 这之前我没出事就有了 很久了 像阿公的年代 这台牙哥 你说要加什么 芋头凍鱼 还有那种 芋头凍鱼 红豆 红粿 红粿 加那个面 面茶 面茶粉 芋头 红豆 说imiento 爱因 很直渴啊 就很清爽很直渴 不错啊 相吃古早味 家长有名的 没楼子لا 有名的楼店了 对啊 这台的朋友们出来了 我带他们来这里吃了 我在地的 一定要加麵條粉 麵條粉這是最香的 加下去 這是這個特色 她的身體比較沒那麼好 我就把這個責任 我就把這個淋湯拿起來 我比我們大雞還比較高煮 因為我煮的東西 我自己也都會試吃 都覺得很好吃 我們客人來吃也會把我熬肉 百年全程 真材石料製作 朱朱美老是自賣自誇 也不怕被笑是老王賣瓜 店裡的手工黑糖分貴 也是陶客碧臉的人氣商品 我這個粉粿都煮黑糖的 黑糖和寒酥粉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都很天然的 吃粉粿 古早時代的人 他那時候滑到 都用寒酥粉水落黑糖 吃這個就拿回家 天然的最好 朱朱美沿用古法製作 堅持純手工 這一做就是四十幾年 兒子心疼媽媽太勞累 只要有空就回家幫忙 腳的速度要很快嗎 要嘛 要攪均勻 慢慢攪 攪太快 等一下會被燙到 我覺得他工作時間已經很長了 我想說他年紀大距離又跟年輕的時候 有差距 想說他現在就不要做得太累了 對啦 徵婚啊 看誰啊 意願啊 談笑之間 母子倆輪流手握木樁 合力要把年人的分貴找到位 看似簡單的技術 一切要靠經驗 憑感覺 不一會兒功夫 鎮鎮的堂香 就飄散在老市場裡 秋年代盡的黑糖分貴 也緊緊的黏住客人的心 我們這間小鎮 人家這位七八十歲 都會去鎮鎮的腿 都會去鎮鎮的腿 他就是會懷念 已經七八十歲了 他就帶他們孫子來這裡 既然孫子 既然來這裡都說他小孩 如果說帶他來這裡 他來這裡吃冰兒 也都來這裡鄉親 真的喔 對啊 像我坐這桌 他坐那桌都這樣喵臉圓了 回忆起过往 朱叔没有说不完的故事 但他也感慨市场没落 年轻人都离开家乡 到大夫事工作 老店因此凋零 我还感觉我还比较辛苦 也有隔壁 我是希望他接手 但我也是要看他 才有... 才有欢喜心要吃肉 我们做这个小吃 也是对客人一种责任 所以我也是希望 我儿子能继续传承下去 在现在什么都长的年代 居然还能够吃到一颗 只要2.5块的水饺 这家面店位在台南南区 招牌的韭菜水饺 你点20颗只要花50元 价格非常佛心 客人还会搭配一碗 只要15元的馄饨汤 每一颗馄饨都是圆满扎实 充满肉香 老板卢德华以前是里长 他希望回馈乡里 所以水饺馄饨汤 还有麻将面通通同摆架 常常还没有开始营业 店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长人龙 他们家的人潮就是 你会看到就是络绎不绝 到了快接近中午 正中午12点的时候 你排队要排很久 大概通常都要排了快一个小时了 这边在地人都知道 对 就我们南区附近的居民 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气 我们都说历史要不过 一丢杯啊 对 就是在讲咖 这间会在台南小巷的小摊子 很有在地位 客人就坐在店舖吃饭 老板卢德华以前是三任老里长 卖的品项是地面水饺跟卤味 墙上红纸毛笔写的价目表 是低到不能再低 价钱全台最沙 只要外头三分之一 客人上门就像在走自家造咖 没有人在计较价钱 没有人在计较价钱 光看着铃铛满入了卤味品项 很多只卖十元 Liviumma做东西的声音是从来没断过 将干面去餐桌吗 Liviumma跟媳妇两人轮流在 强强棍的大锅里头 把水饺混沌跟面条下锅 用的都是阿嬷帕尼厄的份量 下去煮 像一碗15元的混沌汤 里头就有五颗混沌 跟黄润30元小碗干面 面条多到满出来 淋上肉燥和麻酱 浓浓的双酱滋味迎面扑鼻 简单用筷子搅拌两下 一条条细面 耙附着咸香的酱料 面条软Q很有嚼劲 吃一碗就很饱足 麻酱香味是还蛮够的 因为我们底小碗的一碗 就还蛮满的这样 然后一碗就算死了 你就吓到吗 没有我们两个人吃都吃不完 因为还想要吃其他的东西 那你就可能要两个一起分享 要不然女生可能没办法 不知道 算蛮多的这样 构造也很多 有点浮夸 很实在 很浮夸 很浮夸的 我们是从茄定 高雄市茄定那边 但是你杀到台南来吃就对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便宜 我们如果开车来这边吃再回去 很花得来啊 客人愿意远到来除了是好吃 更重要的是支持老里长一家人 这近20年来动涨价钱的丁金米 只是无奈近年物价飙涨 很多老客人都生怕店会倒 去年底盧德华 只好稍微调涨一点点 挥别10元的汤品涨了5元 但最便宜的水饺只涨了5毛 专专工钱而已 因为都给主体的工 主体的房子不用租 要不然要请人家要房租 一桶沙拉有以前三公升的100块 现在170块 还有的客人说你终于长了 等你长你都不长 终于长了 还有一份猪头皮 还有小干面 没有这个加起来10块 还是10块10块以上 10块10块 好 小店最便宜的就煮这2.5元的 超低价格手工韭菜水饺 个头尺寸比一般仿价还大 里头用料不满乎 现签的韭菜都是丁丁屋马 一早到市场采买的新鲜食材 首签的翠绿色韭菜丁 或是肥瘦均的猪脚肉 是店里头的明星商品 煮熟的韭菜水饺透出淡淡绿光 一看就知道馅料多到快爆满出来 吃起来皮肤软嫩 浓郁的韭菜香在嘴里头回荡 韭菜就是它的韭菜的香气 是非常够的 嘴角皮它就是QQ的 然后它不会红 就是薄薄的 主要是它的肉馅是多的 多的对 很饱满这样 主要它的肉跟韭菜的鲜度 是很新鲜的 说一样自价 对啊 因为他们自己包的 不会像外面说 我要跟人家再买 回来再卖给你 所以它相当于它价格就便宜很多 除了韭菜香气十足 另外高丽菜水饺也很热门 被泡泡的水饺皮包入清爽的高丽菜线 每一颗同样料好实在 我们来的话 20颗 我们都叫20颗 一次都叫20颗 这样是很饱吗 是 超饱了好不好 那你看20颗才50块 基本上现在 物价上风 外面是也吃不到这个价格 但是它水饺咬下去是很饱满 然后是以新鲜取胜 话说很多上门客人都会好奇 老里长他这样开店是来算什么 其实从卢德华父亲阿伯 就是在靠卖面为生 后来换他借手之后 20年来考量到南部生活不易 所以就再也没有调整过价钱 没想到生意越来越好 所以很多客人就怂恿他去选里长 没想到第一次选里长 虽然高人气却落选 但卢德华还是很想要热心工艺 为民服务 刚好跟神明有这段缘分 第一次没有中 没有中以后就跟管德尊王结缘 结缘了后 后来再继续为民服务 那就好 我答应你 众神要帮助你 把你好好 要好好的做 好好的为了 结果出来前就选上了 三阶的里长12年 这一里到目前是我当最久的 他连任了三届里长 提变失恋之后 他同样坚持面练价钱 要让大家吃得起 这麦一面的话就叫个便宜 这会算一种服务 会算一种服务 先跟我们这些客户来看 烹饪 让我们这样可以继续 大家来烹饪 虽然里里长坏人做 但卢德华还是继续用他的热心 喂饱上门的客人 像里长玛每天献炉的海带 是懂吃的客人必点的小菜 他特别挑选市价上万元的日本春铺 以前是没有这么贵 可是一直长 长到现在 那20公斤就一万三千七 一万多块啊 对啊 怎么用得下去 客人就喜欢啦 我们就用习惯了 我们本来利润就比较少了 所以说还是继续卖 它的海带 你吃起来那个感觉 不会像外面吃起来那么硬 它们的卤味都卤完之后 它们还是会加 还是会加一点酱油 酱油 香油吧 所以它们吃起来 我觉得口味是 对我们南部人这样吃的话 是非常不错的 它们家就是很传统 很简单就是利用食材那种新鲜 单纯酱油这样裸 豆干的话也是还蛮Q弹的 就是不会烂烂的 对 豆香还不错 我们的那个配料都用好的 最好的 不是说卖便宜就用坏的 没有 因为我们的自己在吃 我如果在盈子 孩子就像我那样的 妈妈要吃水饭 妈妈要吃米 人家配料 我们自己在吃嘛 要有道格观 大条做我大爱 大条做我大爱 大爱 好 我把你的馄饨汤 好 另外像吃饭吃面搭配的馄饨汤 都是卢德华的大儿子每天现包 不会亏本啊就是算自己的工程 对啊 所以东西都是自己吃包的 一碗朴实无华的馄饨汤 同板价格里头又五颗馄饨 小小一碗却是不少客人暖味的汤品 馄饨选用肥瘦比例三比七的猪脚肉 外皮柔滑 内馅味浓鲜香 喝上一口暖呼呼的大骨高汤 令人心满意足 他们馄饨的口味 它也是因为我们南部的可能比较 偏比较重一点的口味 所以它相对的味道起来 就会让你感觉比较丰富 多半时间负责端东西的卢泉林 当初他也想去外头工作 但这样想想就得花钱请人帮忙 卖的东西价钱就会涨价 所以他决定还是留在家里头 一间小巷子里头三十多年的老敌掌面店 卢德华一家人有南台湾人的热情 用全台湾最便宜的价钱 跟朴实无豪的美味 征服了每天排队的人山人海 台湾人爱吃锅烧意面 但是你能想象一碗面完全被新鲜的小卷淹没吗 连面都看不到的夸张景象 将近有二十只的小卷铺好铺满 卖相超吸睛 口感更是新鲜Q弹 曾经缔造一天卖出三百碗 一个月狂卖了1.5吨小卷的惊人成绩 老板陈凯威本来是开饮料店 在店内兼卖起了锅烧意面 不按牌里出牌的她 在面里面加过了鱼肠 加过红巡都失败 穷到身上连两百块的现金都没有 最后是小卷让她从谷底翻身 找到了人生的新兴望 陈凯威为了要维持小卷的品质货源 甚至还包下了整艘远洋鱼船的小卷 店里保证全年不缺货 她要用这碗夸张的小卷锅烧意面 持续攻占老饕们的心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过 说在一瞬之间爆 光小卷 我三个礼拜可以卖掉1.5吨 那是1500公斤 你好 小卷锅烧 这个就是在吃小卷 不是在吃锅烧意面了 根本不想赚捡吧 是不用捡了吗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台南的一间饮料店 这间饮料店人气最高的 竟然不是饮料 而是让台南人为之疯狂的小卷面 这碗小卷面曾经缔造 一天丰卖300碗 一个月它卖了1.5吨的小卷 是不是很惊人 我们现在来寻找一下 老板... 你好... 请问你就是传说中的小卷达人 陈凯威吗 是 这一盘就是我们的小卷面 就是这一盘 就是它让台南人为之疯狂 好多喔 多到不知道怎么吃呢 鲜甜 然后海味很重 外面绝对吃不到这种东西 我是吃过古兽的一面耶 有什么小卷的那很鲜 它很鲜美 甜甜的味道非常新鲜 小卷 意面 让人傻傻分不清的美味 新鲜小卷摆满整碗 连面都看不到 客人们嘖嘖称奇 因为这样的国烧意面 全台南只有这里才吃得到 我就是在吃小卷 不是在吃国烧意面了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白盘 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在拍照分享 它那个小卷很脆 很像我人去到盆湖了 我常来吃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报答 可是他们家都是大排长龙 每次要吃一碗 那个小卷一面都要排个两三小时 小卷我最爱 为了吃上翻红的锅烧小卷面 等再久也是心甘情愿 献点献煮 陈凯薇在厨房一开 就是四个炉子 一锅海味 一锅面虾 等待交汇的那一刻 我们在解冻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筛选掉了 小卷穿上大概一分至一分半 不可以超过一分半 它肉质会变老 新鲜饱满的小卷铺在面上 一圈不够 再来 再来 一直要到铺好铺满 陈凯薇才愿意端上桌给客人 是 所以你们今天点了干的跟 这个干的一个干的一个行动 好吃 这看起来大概三十只应该有吧 根本不想赚钱吧 一直不用钱了吗 让男女老少为之疯狂的 就是这些浮夸的小卷 陈凯薇忙碌的穿梭店面和厨房 备料 煮面 摆盘 上桌 早已是日常 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把小卷顾好 像这种就是 里面都有节洞嘛 你不可以硬拨 拨了会破皮 然后破皮之后 卖相也不好 然后价钱本来就有差了 每一份解完洞的 两个小时以内一定要卖完 比较有弹性 这种代表都是新鲜的 从鱼团上面刚出来 我就到我们这边来 这老板跟我们讲说 其实它这个解洞 不是这样子解洞就好了 每一只还要调对不对 像这个 解洞完成是有弹性的 小卷我们才会用 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清楚 但是手感非常的有感觉 这个就是蓬蓬有后 对 陈凯威对小卷的品质要求 十分严格 每一只都必须经过挑选 才能入合 挑完的小卷 再加入冰块保鲜 饱满的程度 就像是刚捕捞上来的一样 我们家的小卷 整年都不会缺货 店里的生意慢慢上轨道 陈凯威现在的信心满满 其实也经过一段低潮 他常笑说是小卷 让他看见了人生的希望 加过红旬 加过渔铲 都失败 会卖小卷是一个贵人 给我们的建议 本来也是想说 司马当火马医 本来如果失败了 可能今天也没有了 对啊 退伍之后就开始当老板 陈凯威的妈妈 因为怕儿子在外学坏 出资开店让他做生意 于是选择了加盟饮料店 陈凯威收起玩心 努力冲事业 脱离加盟体系之后 他打算自己创业 却遇上了一连串的不顺利 我们一天大概只做三千多块 连服务员工薪水都付不起 惨况是到说 舍不得去外面吃饭 没有钱啊 没有现金啊 我身上连两百块都没有 生活连温饱都有了问题 陈凯威足足吃了店里 一个月的东西 习惯报喜不报忧的他 甚至老婆都不知道店里的状况 父母的金元 更让陈凯威统恨自己的无能 当然不好过 快四十岁了啦 存折里面没有钱啊 五年小朋友的学费 都是爸爸妈妈他们在交的 你没拨三天也是没法拨啊 对吧 就多少钱我们不要买白开就好了 生意每况愈下 一开门就是得面对 费钱的压力 员工薪资 厂商货款 都追着陈凯威旁 试过许多的产品也都不见起色 陈凯威开始疾病乱投医 什么东西都想加到锅烧面里 却是更加重了成本负担 他以前买那个 但是有放那个红薯吗 对吗 对 因为他都放在那里 都滑的嘛 现在在那里放两天有时就死了 死了 我怎么会吃啊 选择高档食材 但是客人不买单 陈凯威备受打击 几乎是快要放弃 在一次的机缘之下 朋友建议他 不如改用小卷看看 这一个想法改变了他的命运 然后我是觉得铺满满的 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的 我是有问他说 你有算过成本吗 刚研发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给妈妈看看他说 你怎么会放这么多 你确定你划算 你不要到头来又是一场空 老婆的支持和妈妈的提点 虽然心里充满着忐忑不安 但为了生活 陈凯威毅然决然推出小卷锅烧一面 当天早上讨论 当天下午测试 当天晚上就去干卖了 其实那时候也不指望会成功 把这一次的机会当作最后一次 夫妻俩每一个步骤都战战兢兢 汤头用大骨蔬菜下去熬煮 意面的品质也是要铺到最好 浮夸的小卷面才推出不到一个月 就成功吸睛 迅速爆红 这却也为陈凯威带来不少考验 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说 这种东西会在一瞬之间爆红 不可能啊 光小卷 我三个礼拜可以卖掉1.5吨 那是1500公斤 我们刚刚在接厂商的时候 他说人家也瞧不起我们啊 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有办法 撕下那么多的货 到后来他说不对啊 凯威 你们怎么货不断地在进 而不断地在催货 日卖300碗的销量 让陈凯威必须要用香来同货 才能维持小卷量 而为了保持小卷品质新鲜 他甚至是直接和船东洽谈 把整船的小卷都包了 这边是安平渔会 这是我们台南卖海鲜 算最新鲜的地方 我们这边都是远洋鱼货的小卷 然后我们先寄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晚上再过来这边拿货 像我们这种小卷就是 我们俗称的船洞小卷 就是他们在远洋鱼货作业的时候 他们在船上就帮我们鱼里分配 然后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下来就是一整块一整块 像这种皮都是干净的 而且都是完整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完整的不是破皮衣 他遇到过什么问题 有啊 有些都觉得我们外行 然后也不跟我们谈 就是比会比较瞧不起啦 因为我们毕竟算是新入门的人 万事起头奈了 为了拿到好的小卷 又要维持一定的量 在一开始入门时 陈凯威确实缴了不少学费 但这也让他快速学到 其中的美妹嘎嘎 而脑惊动得快的他 更是不放弃每次 推出新产品的机会 看一些新鲜的海产类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是店里下一个 可以去研发出来的新菜色 所以小卷成功了你有比较有信心吗 有啊 有啊 就是因为有现在 还会有店还会在 热情的锅炉里 翻炒的是店里的新口味 麻油小卷 火冒三丈爆香出的姜片 让小卷在锅里挑动得更有劲 麻油的味道 完全没有抢走小卷的风头 而是在Q弹之中 还包有鲜甜的海味 对陈凯威来说 小卷让他重新站起来 所以他绝对不会吝啬 给客人最多最好的 翻炒很多 超级多 看到这个数量才来的 莫名而来 超越我的期待 原本想说锅烧意念跟小卷 应该是不会那么魅力 结果很搭 成功的小卷一面 其实就像陈凯威和老婆的结合 一个热情澎湃 一个内敛温柔 在最好的时候相遇相守 这一晚是俯城台南 最吸睛的国烧意念 点点滴滴的情感 永保新鲜